你剛開始金鐘獎後鎖度開出行摩洞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心情嗎 我的心情還蠻平靜的 就是感覺是身邊的人會 會覺得好像從此有什麼特別或是不一樣 但對我來說 我的心情上都一直沒有真的太大的起伏 除了當天真的是 真的是還蠻驚喜的 你有特別做什麼慶祝嗎 沒有耶我這次真的都沒有特別的慶祝 有剛好幫朋友慶祝啦 可是沒有說因為得獎了 然後特別約出來慶祝這樣子 那劇本跟那個代言邀約有沒有暴增 目前沒有特別的感覺 好像都沒有什麼改變 之後啊 昆達第一個跟你說的話是什麼話 他就是轉發那個 轉發一張不是很好看的照片 然後說我直到一直都是你這樣子 有的他是還蠻即時的這樣 對啊 之後有見面約會 然後有做什麼你覺得很貼心 你覺得很貼心 得獎這件事嗎 沒有 在短時間內可能沒有這樣子的機會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是我們一直有共識的 但如果說有什麼決定的話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句話在幾年後 句話在幾年後 我不知道真的說不準 因為搞不好我真的 現在跟你們聊一聊我明天去登記 但也搞不好是幾年之後的事啊 所以很難講 我是鄭友杰導演 他是我第一部電影的導演 是很多我對表演的感受都是他 他交給我 他讓我學習到的 然後再來 可能你們會覺得莫名其妙 我還是要 我要感謝一下莫子儀先生 因為當初是他看到我的廣告 然後跟鄭友杰導演推薦說 你可以找這個女孩子來試鏡 你跟他聊看看 他好像很適合這個角色 所以我才有機會演出我的第一部電影唱片 你想要再嘗試什麼樣的角色 明年初有一個驚悚的推理電影 我第一次參加一個驚悚類型的電影 然後角色在 不管在 在造型上或是心理上都是一個 新的嘗試 有一些尺度上的突破啦 所以我還蠻期待這部電影上映的 驚悚的話 你自己本身會怕嗎 驚悚我不會 但是如果是 靈異類的恐怖片 我可能會 我可能會比較不敢接 就那麼剛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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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